你们家这种孩子我见太多了 这种孩子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他们学习不好 但是呢他们就喜欢音乐 学音乐的时间又不长 家长觉得我们家孩子就学了一年 能走音乐这条路吗 他学习不好走不了其他的 学不了数学 学不了物理 学不了化学 学不了金融 怎么办呀 GPA只有一点几 没有办法就让他学音乐吧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家长你们对音乐这个行业没有了解 就是音乐跟你学做医生做律师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行业 因为家长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所以他们觉得孩子学音乐就是不目正业 就会觉得你学习不好 实在不行让你去学吧 一般的孩子呀 他只是会自己唱歌 然后弹弹琴 他内心里面有东西 因为他热爱 所以他能写出来各种风格不同类型的音乐 有什么hiphop 有blues 然后还有电子音乐 然后他又能使用各种不同音色 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音乐想法 老师听完之后觉得 是可以往专业方向去培养的 然后家长说的 那我就随随便读一个音乐学院吧 然后或者读一个大学 只要有音乐系就OK 但是这种孩子 其实如果说经过重点培养的话 他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家长会觉得 那只要是音乐专业 我家孩子不就能学吗 但其实不是的 音乐它也有很多专业方向 就如果说跟他本身学的这个专业 不对口 他也学不好 他可能也坚持不下去 我最近有一个案例 孩子他本身是适合学电子音乐方向 但是呢 家长又指定了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的专业我都看了 基本上都是什么 钢琴 管乐 弦乐 然后打金乐 然后音乐剧 还有古典作曲 完全没有流行音乐方向 家长觉得 那我们家孩子就考这个学校就行 离我近 然后反正都是音乐嘛 只要能进一个学校就可以了 我是这么答复他的 就是说 如果说你家孩子去了这个学校 首先专业不对口 音乐风格不对 那个学校 完全没有他想学的音乐类型 老师帮助不了他 他可能学不下去 只能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个学校首先第一 他是世界排名前50的学校 以他们家孩子GPA 他不可能考上那个学校的 第二点是那个学校的专业方向完全不对口 没有老师能教他这个专业方向 圈子也不对 都是古典音乐 课班出身的 人家弹那么好 他一个学流行的 半路出家的去那学流行音乐 完全不对口 所以孩子有可能即使进去了也学不下来 我跟他推荐的是最适合他们家孩子的专业方向 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孩子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家长就是有一点他就想把孩子留在身边 他觉得孩子有一点抑郁症 怕孩子将来去别的地方可能就变坏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刚开始跟孩子选的专业方向不对 如果专业方向对了孩子喜欢了 他一定能在那个专业方向去坚持学下去 所以说我把我最佳的方案推荐了给这个家长 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和家长学习不好 然后家长又不想让孩子跑太远 然后孩子又喜欢音乐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点 一定要首先跟他定位专业方向 他想学的东西和他去的学校要是匹配的 一定要先定位好专业方向 然后其次的话呢 学校一定要选最好的学校 因为好的学校 好的资源和好的老师才能够帮助他 不好的环境只会让他产生一个更不好的影响 当然有时候家长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我更多的要从专业的角度 从为孩子负责任的角度 去给他定位一个适合的专业方向 然后包括学校的选择方面 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选一个学校和专业 因为有可能被孩子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家长要慎重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专业选择呀非常重要 并不是说你随随便便选一个专业 差不多 然后让孩子读个学校就OK了 因为这个决定了他将来的工作顺不顺利 对吧 生活幸不幸福 甚至关系到孩子的他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养成 因为只有孩子真正热爱这个东西 他想学到他学的东西 并且的话深耕下去 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一定的成就 否则的话呢 只会像家长说的啊 我家孩子学习不好 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好 因为那是他不擅长的东西 你并没有帮他找到他真正喜欢他所热爱的点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我们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 我永远是从孩子的兴趣和他的擅长的点去挖掘 然后从而给他一个适合的专业方向 因为我觉得专业定位是第一位的 当然后面的比如说你的申请啊 你的选校啊 因为那些都太熟悉了 比如说什么专业选什么学校 那个是比较好的 所以镜头前的家长你们是哪种家长呢 你们是希望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领域深耕深造 还是希望只是把孩子留在你们的身边 然后选一个普普通通的专业和学校 然后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一生 所以你们是哪一种家长呢